汪老师好,蓬莉千气金水,涂羊板结,小面再上半个月了,根细炸的不好,胜张的叶片发黄,老师有什么方法帮助解决一下? 那西红柿定值一个月了,西红柿根本不长,为什么根不长呢?就是根细不发达,然后它也用了生根剂,根细也没有炸身,然后不能吸收水分,营养不良,所以说它就不长,那为什么说定值一个月了,根长得不好呢? 我们说明一下一个事,植物长根几个条件,第一个要有水,第二个少肥,第三个有温度,第四个透气,现在这个土壤一个是颗粒比较大,再一个就有点板结,然后你浇水之后马上干了,缺了水,然后第一个就缺了水,第二个土壤比较板结,然后颗粒比较大, 然后土壤的浓胶,就是咱们的泥浆,土壤泥浆没有把根包起来,没有做到完全结束,就这两个原因,所以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呢?就是定值之后,在第二天再浇水,没找出根了,第三天再浇水,也就是说像板结土壤,颗粒比较大的土壤,我们要用连续浇水的方法来解决,或者说呢, 土壤呢,土壤给粮剂,加土壤给粮剂呢,增加根部的,根部跟土壤的粘度,让那个根系,让土壤的泥浆啊,把那根系剥起来也可以,但是最快的方法呢,就是板结土壤,沙化土壤,用连续浇水的方法行了,根长出来扎下去,你可以正常管理啊。